每一句话,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那觉得自己幸运其实挺重要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那么你在人生的各个面向上 你都会觉得你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幸运的人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在人格特质上面 幸运的人跟不幸的人差别在哪里 外向性的人通常比内向性的人善于交际 喜欢探访朋友,参加聚会 也喜欢团队合作 所以,外向性的意思就是 你能够在社交上面 有一个比较好的能力 因此,当我们愿意去认识更多人 去连接更多人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的运气也会变得比较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到 第二种人格特质 当我们比较轻松 当我们比较轻松,比较自在的时候 我们更容易注意到环境当中出现的机会 而当我们可以抓住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好运降临了 所以保持轻松自在 也是让我们运气可以变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人格特质 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人格特质 叫做开放性 它的意思是指 我们愿意对新经验保持开放 不会抗拒,不会排斥 我们也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 当你碰到一些新事物的时候 打开你的心胸 你就会发现他们带给你 可能是有一种观念上的更新或整合 原本你卡住的事情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二点 那些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 他们会更加依赖直觉思考 直觉性的思维 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 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广大 影响力也很大的 像苹果已经过世的贾伯斯 他说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这些幕僚会把最佳方案可能列三个给他 那他就必须要挑一个 所以这时候理性思维已经没有办法起作用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先去冥想一阵子 然后再从这三个里面去挑出 他直觉觉得会成功的那一个方案 但是呢我们的直觉思维有时候也会出错 所以他需要理性思维的一个校正 就像爱因斯坦他说的 直觉是我们的神圣礼物 而推理是我们的忠实仆人 但我们的社会都把荣耀给了忠实仆人 却忘记了神圣礼物 所以正念练习当中 我们一再强调 我们要打开我们所有的感官 然后开放式的去觉察 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旁所有的人事物 但同时保持专注稳定平静的状态 接下来第三个能够提升你运气的要素就是 我们要从我们的信念系统来下手 相信自己是好还是不好 相信自己是信还是不信 真的会对我们的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是方方面面的 所以保持一个正面的信念 相信自己是幸运的 那么你的人生就会朝着幸运的方向前进 那么可能听到这里 有些人会说安安老师 但是就算我们相信自己是幸运的 我们人生总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提到第四点 幸运的人他跟不幸的人相比 他有转化厄运的能力 这个转化厄运 其实也要从我们的信念系统出发 也就是他能够看见黑暗里面的光明面 然后抓住那个光明面去转化这个黑暗 所以幸运的人遇到挫折跟失败 他会把它变成一个向上的动力 所以他们会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困难 然后从这个解决办法当中呢 耀生自己的能力 所以下一次再碰到类似的困难 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度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